你好 欢迎收看1月10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卢以慧 花莲台八线慈恩道碧绿神木段 在今天凌晨降下了雪白一片的雪 让很多民众前往山上赏雪 不过由于很多人在雪地驾驶不熟悉 也造成了零星的交通小状况 新城警分局特别呼吁民众要注意雪地的驾驶 以防地面结霜造成交通事故 今天凌晨降下雪白一片 也使了许多民众前往赏雪 不过也对于许多民众在雪地驾驶的不熟悉 造成了零星的交通小状况 为了赏雪景 不少游客赶往河幻山赏雪 目前路面开始有些熔冰现象 一定要加挂雪链来确保行车安全 民众路边堆起了雪人 苦中作乐 怕冷的民众也要留意 明天又会有一波寒流来报道 全台气温约在9-13度 一定要做好保暖 想一睹美景 不少游客都想赶来 不少驾驶也忙着帮爱车加挂雪链 记者林杰 秀林香采访报道